在一個演講者是來自Fidoro設計的副委 歡迎助理於切隆士Linux的開發 今天要給我們帶來的演講是Fidoro RRM 有請副委 這裡應該沒有說英文的人吧 沒有 OK 那就用中文說 這樣子 這次我過來準備了一個Fidoro RRM的Introduction 只是介紹一下我們現在的開發進度 因為大家都知道RM現在是一個比較熱門的處理器 基本上你的所有的手機然後平板全部都是RM 其實去年已經有RM的Server 就是說RM64的Server已經有塊板子出來了 我等一下會有照片在這裡 等一下會拿出來看 那其實你要Preorder也是可以的 你去想買一些 據說很貴 五千美金一塊 然後呢 那現在反正現在我一個個講下去先開始 OK 首先我要感謝我自己的團隊 自己 我是屬於Red Hat On Team的 然後 我的這些同事幫我都review了我的整個所有的slide 然後包括一些語病所有的 因為是英文的 然後他幫我們全部弄好了 然後我想要講的是 你看到那個 John Master是我們的老大 是On的手席 我們Red Hat的On手席構架師 基本上所有的這些技術上的問題 他都可以 可以 他都有這種前瞻性 所以就是 他已經 基本上為整個 Red Hat下一步的 OnServer的一個 框架已經做好了 做好了所有的想法這樣子 然後我們今天所要講的大概就是 就是一些比較普遍的 就是說比較common的一些 那個knowledge 就是什麼是On 然後呢 為什麼我們Fedora一定要在On上面跑起來 然後在On32回合64位上 Fedora的一個狀態是怎麼樣的 開發狀態是怎麼樣的 還有一個就是 我們的今後我們OnServer的一個 標準的啟動構架是怎麼樣的 那如果做過嵌入式的人 他應該是知道這些 On基本上用用戶桶 都是很標準的 但是這僅僅是僅停留在32位上面 六四位上不會再發生這樣的事情 然後後面我是 因為我雖然我是Red Hat的employee 但是呢 我現在是在Linaru裡面 Red Hat把我放到Linaru裡面做assignee 所以呢 我會介紹一下在Linaru這邊的一些工作 然後Lava是一個測試框架 也就是剛才我跟 我跟剛才那位演講者有一些溝通 就是因為我也去年都在做測試框架 然後一個Negatin 還有最後問一些問題 OK On 什麼是On On 是一個經典指令級的一個系統 一個框架 一個architecture 它可以非常大限度的減少在芯片內部的一些transistor的一些使用 那跟老的X86的那個 processor是有很大的一個區別的 那它能夠降低你 本身它芯片就便宜 然後low cost 然後low heat 還有一個就是power consumption是很低的 那麼人家有這樣一個說法就是說 如果同樣的計算能力的話 同樣的計算同樣一些事情 On只需要10%的功耗就夠了 那這是一個可能會是一個比較誇張的說法 但是我如果太誇張了好 一半好不好 那麼對於一個day center來說 我一年節省一半的電費 那個是一個很大的一筆資金 好 然後這個On它其實 On本身 On Holding它這家公司也不是On Holding 也算是On控股吧 我應該這麼理解 就是On這家公司它並不去製造芯片 它不像Intel不像AMD 它有X86的這樣的產權 好我去 我就他們幾家公司去控制這樣的芯片 那On它只是設計芯片 我只賣我的IP call 然後呢 它把芯片賣給其他的公司 其他公司去自定義他們自己的芯片是要怎麼去生產 怎麼樣去做 OK 有很多的公司 現在有非常多的公司去生產On芯片 那AMD 可能大家都在想AMD一般都是做X86 其實AMD已經有On64的芯片 那只是說它沒有去release 它前年它已經在說我要去做On64的東西 但是它一直沒有去release一些消息出來 然後呢 APM是非常重要的一家公司 因為它是做全球第一塊 硅晶片的On64的處理器 然後 Maware NVIDIA Polcom Polcom 還有Sansom TI 都是這些廠家 那我們國內也有很多做On芯片的廠家 Action All Winner 其實我這邊這塊Demo版 等一下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裡面已經Fedora在運行 那可以大家過來 就是說等一下我切換過來 大家看一下運行的情況 然後 還有Silicon 華為的彩絲 他們現在也是在準備做 已經他們在FBGA上做驗證 做六四位上的驗證 然後呢 Rochit 福州的一家公司 這幾家公司是比較有名的 然後我們列出來 其他其實還有很多公司在做過 然後 Arm其實為什麼這麼重要 因為 它有10 billion的Arm processor 去年出貨量 所有Arm購價的是10 billion 那就是說 基本上 100億的出貨量是去年 那麼它總共從它20年前開始算 它有37 billion的出貨量 所以是非常巨大的 以後的那個應用也會很廣泛 然後就是說 大家看到Arm的時候 有的人會講 Arm V5 V7 這是一個指令級的版本 那最新的 382位指令級版本是V7的 那大家都知道 它的那個Cornet 有的叫做 Cortex A8 A9 15 17 或者A7也有 然後呢 有Arm9很早 我們開始 跑在 跑Linux 最早我們會用Arm9 這樣子的芯片來使用 那Arm6 四位呢 它現在就是Arm V8的指令級 它現在有 Cortex A57和53 兩個Cornet 為什麼Fedora一定要在Arm上面有所發展 有所建築 因為 首先你要買 我們Fedora是給社區 就是一種開圓的 那麼大家首先 我們要有很容易得到這樣的一個硬件 那 這個硬件是非常便宜的 這邊這塊板子 兩具的內存 雙和的A8 100美金以下 那還有一些板子 比如說這個早期的版本 一具內存的版本 就60美金 然後還有很出名的Bicobo 60美金 就這樣一塊小小的板 開發板 可以跑Linux 你要上面把它當Server都可以 就60美金而已 誰都能買得起 那想起五六年前 一塊一個開發箱 按了 按9開發薑 我當時買了一台開發箱 做畢業設計有7000起 一台開發箱 所以現在的價錢實在是太便宜了 那還有一個很好的例子 就是OLPC 這個PC本來就是給那種 可能免費給一些 比較貧窮的國家 那小孩子用的 那這樣子的話 它其實現在也是用AR 最早是X86的國家 現在也開始用AR 然後基本上它跑的都是Fedora Fedora 18我記得 然後呢 它現在非常容易得到 你隨便淘寶 都可以買得到 很容易 然後呢 非常容易hiking 為什麼呢? 因為UN本身提供了很多的信息 它的那個 剛才我說的 它的直令級版本 它有很多的day shit 然後呢 很多代碼已經upstream 而且現在upstream的代碼 越來越標準 不像以前我們 比如說我想把這個東西 跑在一塊板子上 我要去 我要去打股丁什麼什麼的 很麻煩 五六年前的時候是這樣子的 但現在基本上 config一下 基本功能都能跑了 然後 很多這樣的開源的一個項目 比如說 Cubiball 可以說是 All Winner這個芯片裡面很出名的 Cubiball E2 還有一個Cubitrack 還有ViggleBall 還有Undio Undio是A15的 也就是基本上 有一家公司 原來有一家公司 叫 有一家公司 是一個X標誌的 然後那家公司 它是 現在它不存在了 但是呢 它已經把這個 UN 32位的A15的芯片 做成了真正產品的Server 拿出去用了 那麼我們在 紅毛內部 其實有一個地方 它是有好幾台這樣的 來 Native build Fidora 本地編譯 因為Fidora基本上就只有本地編譯 我們不太支持那種交叉編譯這樣子的形式 所以就是用Server去 它其實就是按Server去做本地編譯 然後呢 它現在越來越像X86 因為現在是多核 4核 包括4加4核 很多很多現在網上在熱潮做號 8核 其實就是4加4 就Big Little 就是4個A7加4個A15 但是它不同時運行 一個是A15是高性能 A7是低功耗 所以說 它會自動切換 然後Big Little這樣子的一個構架的代碼 現在基本上好像是可以的 因為這樣的代碼是在Linaro下面做開發的 等一下我會講到Linaro的時候 會繼續講這個事情 然後所有的外設 你在PC上有的 PCIE USB SATA 千兆網 暗芯片都有 而且都是在本芯片裡面的 它不需要外圍芯片 那除非說 千兆網的話 它外面要有5 那是肯定的 然後基本上 PCIE 我見過的芯片是直接線連出來就行了 就是有插槽就行了 然後包括USB3和SATA 就是有插槽就行 它都是一塊芯片集成的很好 然後 Vertualization和Cloud Computing 都對以後的這個系統發展是非常重要 所以現在在KVN可以跑在A15上 也可以跑在64位上 其實好像是我記得可以了 然後呢 跑在32位的Undel上面也是可以的 然後ZEN可以跑在FastModel上面 也可以跑在Undel上面 那麼 呃 前段時間我的工作就是 怎麼讓ZEN啓動在FastModel上面 那FastModel是 Undel公司提供的一個 嗯 就是 虛擬機 讓你跑在你的X86上面 能夠虛擬 能夠跑你的Und代碼 能夠驗證你的 從Flow的到 內核到 文理系統都 整個都沒有問題 所以說 ZEN已經可以跑在上面了 呃 有 TestLog 我是 好像沒在這 但是我Jumping了 我沒開啊不好意思 然後還有OpenStack 好像也可以 也是在ARM上面也可以跑 然後有一些 為什麼我們要在這個 虛擬化和Cloud Computing上面 我們 有帶來什麼benefit呢 就是說我們 Power Infficiency 還有 Low Power 如果 High Performance 都可以兼顧 然後 很高的那個集成度 呃 曾經 我的老大師 這麼跟我講 一個REC上面 有可能有上千個Node 那麼這樣子的話 雖然說會帶來一些 啟動上的問題 但是 它的集成度這麼高 那麼它的運算能力 就遠遠比你 原來的X86上面 一個REC的計算能力 會強很多 呃 還有就是 如果你覺得這些芯片 不適合你 你可以 可能可以去找一家公司 幫你訂做一塊芯片 適合你的 它的定製程度 是非常高的 因為On只賣IP Core 只賣它的核心 那外圍的設備 包括你 外圍的IP Core 你也可以從別的公司去買 自己去build一個 OK 然後現在就簡單的介紹一下 在32位上的一個進度 呃 現在在Fedora 20上面 對On的支持 已經是非常好的 就很容易的去 跑一個那個 很容易去跑一個 跑一個Fedora 20 在這些板子上面 Bicobomb啊 Warmball 還有Panda Ball 還有這個 底下這個 Vexpress 它是 它是那個On的一個 也是一個模擬系統 但是它那個是一個 硬件的那個系統 然後可以直接跑 跑Fedora 20 然後我這邊 我知道這邊可不可以切過了 好 不行 所以你現在直接可以在 那個Fedora的頁面下面去download到 好 download到Fedora 20的 的imaging 你可以直接跑在這些 machine上面 剛才我所說的一個 支持的那個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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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hite是 按了一個最輕的開發版本 那現在是 其實是F21 呃 這塊 這塊 那個Cubit Trunk 其實跑的是F21 已經跑起來了 然後 安裝也非常容易 等一下我會說 呃 然後還有一些很多的remix Fedora remix 然後Cubit Ball E2 和Undio 是去年中期我做好的支持 有F18和F19 在上面有 在我的那個Fedora People上面有 有移民員下載 然後 Crumboot也有人做 然後這個樹莓派呢 是其實是 呃 加拿大一個學校 一個學院 在做這方面的支持 Senseca 反正是 叫 然後 他們現在的 他們的logo也就是這樣子 這個也可以受到Fedora的支持 呃 非常 在32位上的支持 現在非常容易的安裝 也就是說 我 我只要用DD 把我 你下載下的imaging 解壓完了以後 直接DD到你的SD卡上面 然後插 插到板子上 就我這跟這塊板子 就是那個圖變成英文一樣的 然後 上鏈 就啟動起來了 然後你一般 呃 我們現在做開發都是串口嘛 然後串口 那信息全部都有了 你就Council都進去了 這樣子 呃 那其實如果你有一塊 新的一塊開發板 你要做 加上Fedora的支持是很簡單的 因為 首先你 呃 有兩種方法 你去做這樣的imaging 如果你沒有imaging的話 那你要做一個imaging 有兩種方法 一種是用虛擬 虛擬機 也就是 QEMU 加 QEMU 然後 用 A15的虛擬機 就可以做 三十二位的imaging 然後你也可以用真實的 真實的那個機器 那去年我是做了一個 大概的demo 就是說 用Undel Undel是A15的板子 A15雙和2G內粉的板子 然後 這樣子的話 類似一個很小的server 那我就在這上面 去 去 build 了一個imaging 給自己 build 自己的imaging 重新跑了一遍 這樣子 然後 首先你 你下載一個 F20的imaging 這上面的這些 我已經把slide放到 Viki上面 這上面都有鏈接 有畫 下滑線的都有鏈接 然後進去 你就可以下載到這個imaging 然後你可能要安裝一個 一個工具 這工具的目的就是 把你的imaging擴大 然後 讓它 你等一下要build的話 你的空間可能要更大 然後你把你的imaging擴大 然後 你用這QEMU 把這個imaging 把這個imaging 引導起來以後 然後登錄進去 然後再 把你的文件系統擴大 因為你剛才把imaging擴大 因為你剛才把imaging擴大 然後你現在就要把文件系統 裡面內置的文件系統擴大 然後 然後 你就可以通過一個工具 就叫 apprise tools 來去 直接fuel這樣一個imaging 那當然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是你已經把kernel 和bloader 都已經做好 kernel 你要有rpm包 也可以沒有 當然 你這樣就比較customer 就不太標準 但是你如果 kernel有rpm包的話 就可以讓這個工具 直接去下載你的rpm包 去安裝你的rpm包 到你的imaging裡面 就是 本地安裝這樣子 本地編譯 然後 然後 然後完成了以後 你可能你要燒你的bloader 因為 現在的bloader 都是u-boot 那u-boot 好像我這邊 不記得它是可以直接安裝到你的 因為它不能安裝到你的文件系統裡面 它是裸燒到你的imaging裡面的 所以你有可能需要去自己安裝這個 自己安裝這個bloader去刷進去 用滴滴去再刷一遍 那 你也可以把這項功能 繼承到peakstar裡面 呃 呃 這個 這個信息是最新的 viki上也沒有 因為這個是 昨天我的 我的 同事才給我的最新的信息是 呃 所有的已經全部完成了 已經有這樣的imaging 已經 呃 可以native build 然後 呃 把所有的功能都已經 code上都已經跑起來了 然後首先你是要 因為我這邊只是簡單介紹一下 這個大概的流程 因為我並沒有完全去參與這件事情 呃 首先你是要有一個 呃 cross build 就是現在就像原來我們做 呃 on kernel的時候 你要呃 教它編譯一個 從64位 呃 就是從 x86上教它編譯 然後做一個最小的文件系統 然後你就要 後面你就可以去 第二步你就支持那個 rpm build 然後再支持那個 就是 呃 build root 這樣的一個形式 然後就可以去做那個 distribution 所以 這邊 列出來的 其實很詳細 但是我自己 並沒有完全參與這件事情 所以 呃 有可能這邊 做fidora 比我懂得更多一點 這個過的過程 就 我這邊 我這邊只是傳達一個最 最新的一個資訊就是 已經全部完成了 已經跑掉了 OK 這邊是 呃 全球第一款 RM64的開發版 呃 呃 那塊 那邊那個 那個圖片就是那個開發版的 這個圖片 然後這一天是一塊芯片 呃 這個demo在去年的 去年的 去年七月份的那個 Linaro Connected上面 已經有 有做過演示 然後 呃 然後 就是 John Master在 Red Hat Summit上面 也有做過這樣的演示 也就是說這個東西已經跑起來了 沒有問題 看一下我這邊能不能登錄進去 然後 呃 雖然我們現在沒有硬件 但是我們照樣可以去做這個 RM64的前期的開發 因為你也可以用那個 RM提供的免費的 呃 那個 虛擬器去跑 RM64的那個代碼 我們叫它 Foundation Mode 有兩種model 叫Foundation Mode 和Fast Mode Fast Mode Fast Mode 是要Lesson的 要錢的 那Foundation Mode 也可以開始做做開發 也可以是比較基本的一個model 是不能敢的一個model 然後 呃 你現在可以就是 弄一個 Fedora21的一個 Imagine在這上面跑 然後你可以 NativeView 你可以去做一些應用程序的開發 然後包括Bloader上面開發 你都可以在上面做 現在出來 OK 去年的一些照片 這張比較清楚 它現在也是 因為原先我們做三十二位的時候 你的那個 你的那個 那個RM的芯片 你一般都是焊上去的 或者說就算插卡 你也是普普通通就是 呃 RAM的那個連線連過去就可以了 但是現在它是標準的那個 標準的那個 那個內存插卡 就可以 現在也照樣支持在這個上面 然後 基本上你想要想到的接口都可以 它後面再被這個 被這個插槽擋住了 後面其實有四個SATA接口 在後面 反正去年的一些 一些照片 OK 這個 我們這邊要來 用RAM的 然後 我們這邊要去 那些照片 就這樣 有些照片 就這樣 對 你 有些照片 不如 有些照片 它是 现在我就想讲的一个就是说六四位on的一个 六四位on跟原来我们三十二位on在启动上面 在bloader上面有一定的差别 因为早期我们做嵌入次开发的时候 所有东西都是Uboot 要不然就以前很定制化的一些bloader 比如说三星一般随它的板子会出一些bloader 但是那个bloader是好像以前叫什么叫 我自己都忘掉了太早了 那个Uboot之前也有bloader 然后现在我们把原来X86上面的bloader构架 全部移到了六四位on上面 然后以后因为你一个管理者 一个整个Date Center的Administrator 他肯定不想说我现在是on构架 我就要变成我要用Uboot 我要用device tree这样一个东西 那我肯定希望我所有的脚本所有的管理方式 跟原来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这个对于on在六四位server上面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要让它跟原来X86上面是完全兼容的 所以现在我们是在FastModel和FoundationModel上面做开发 然后在APM的板子上面也是可以跑的 OK 这个是APM的一个网页 就是他们现在其实提供了这样的一个 这样一个六四位的一个server 开发平台 就是刚才我照片上的那个 然后你这边可以preorder 如何有兴趣的话 现在的框架就是说on现在有一个叫trust-due 比如说你要跑一些跟验证相关的 我的key 我的那个SSH 或者说你的银行方面对那个security的要求比较高 那么我所有的验证的这些东西 是通过另外一个异常级别去做的 比如说比原来你操作系统更高的一个级别去做 那么就算你别的hacking进你的操作系统 它都没有办法改你的key 你的安全性会更高 所以on有这样一个trust-due的东西 然后在trust 如果你想用trust-due的话 那么在on上面就要用ontrust的氛围 这样一个东西 这是一个最期引导的固件 我感觉有点像BIOS 现在用的BIOS 因为这个东西最后就是不同的板子 烧不同的那个trust的氛围 然后它有好几个好几个层次 BL1、BL2、BL3、1是比较通用的 什么平台都要有的一个层次 然后如果是UEFI的话 它现在叫BL33 它是在trust firmware里面 它叫BL33 是一个叫normal ward firmware 就是说这个normal ward 就是相对于security ward 这样的一个来说的 然后你还有一个叫BL32 这个就是跟我们叫trustOS 这个其实不是一个完整的操作系统 它叫它OS 但是其实它是一个专门用于验证的一段代 比如说你要验证的话 一个中段发出去 然后它掉入到下一个安全异常级别里面去 然后这个trustOS就要开始运行 然后去找你的key 然后去做相应的验证 OK UEFI 然后我们现在已经把UEFI 跑在了on32位和on64位上面 虽然现在的交互界面 还不像现在的跟x86这样的很相近 但是已经算是很大的进步 就是说以后Uboot有可能在64位上是根本不会去大量的去采用的 它现在UEFI在64位上是可以做PC boot 可以做local storage boot 也可以去通过tftp去引导grab和linux 然后但是现在的最新的UEFI 必须要跟on trust firmware一起工作 因为on trust firmware有一个package的标准 就是说叫FIP 一个package的标准 然后它把那个bl2,bl3,1和bl3,3打包成一个package 就不可能说我要引导的时候 我要这么多bl1,2,3 我一个个烧进去 然后我再去烧UEFI 就会觉得有点麻烦 那我把其他的package 除了PRE之外的所有东西 我全部都集成在一个package里面去烧 这样子 呃...ACPI 那原来这个ACPI其实按我的理解 应该是那个bloader 或者说厂商的一个特定的硬件的信息 传递给内核的这样一个渠道 那原来在这个方面我们是用device tree 如果比较先进一点的那个Uboot 或者说比较先进一点构架 我们会用device tree 那最早连device tree都没有 就是直接传了一个命令行过去 就过了 那所有的这些 比如说你的 所有的模块的基地址 还有你的中段 全部要通过你的代码写到你的内核里面去 这个事情就搞得你一个板子 必须要有一个内核 那在...所以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 Linux towards就很不高兴这件事情 就是你这个 在案上面你这么多垃圾代码 完全就是为了导入一些信息 所以后面这个社区就开始说 ok这个东西我们来改 呃...最后想到就好像以前是 PowerPC这个构架上面用过device tree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现在已经device tree在32位上已经是非常普遍的使用了 特别在32位的server上面 就是全部导入device tree 那...呃...但是 device tree的东西仅用于 呃...PPC和ARM32 这个东西好像也不是特别的规范 我们尽量是往 呃...X86上面靠容 所以我们已经开始...不是已经开始 就是前年已经开始 考虑就是说 呃...ACPI跑在ARM64位上面来做 呃...现在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基础的工作 已经...已经...就是说 呃...在Foundation Model和Faster Model上面 boot是ACPI only 就是已经完全脱离了 呃...device tree这样一个东西 然后...呃... 呃... 因为你...呃...ACPI它是很定制化的一个东西 它是完全是你把你的硬件的一些信息导给内核 所以说...这个东西是不同厂家要不同写自己的ACPI 写不同自己的ACPI的那个...呃... 呃...该怎么做 然后我的同事...呃...他去年有一个proposal 就是说...我们让...呃... 呃...还在讨论当中 所以...还没有完全...做好完全的支持 然后grab2 呃...现在grab在3216 4位上跑的都挺好的 然后跟你在X86上跑是一模一样的 也可以grab install 然后也可以有grab config file 再...呃...去...呃...去...呃...写你的config file 然后让它自动去启动 呃... 对于bootlinux 是在...已经upstream 比如说...你用...呃... 呃...官方的那fedora2 就是...呃... 官方的fedora2的那个... 代码你直接下下来 然后closeview 按的那个... 呃... grab tool 你就可以直接在...呃... 在...呃... 呃... A15和64位上跑起来 然后multipool的...multipool zen的支持呢 现在在upstream中 然后也在review的upstream 就是因为你 zen 要不仅导入 zenimaging 要导入...呃... 呃... 导入...呃...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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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些东西 可以同时导入在grab下面的 我们已经可以支持了 OK 这个是... 我们以后准备要做的就是说 完成平台的一个... 那个... 平台的所有的这些activity 然后... 标准的boostractor 然后... 呃... 我们也... 今年... 今年的目标就是... lun... un... 64位板子 跑得完全像一个server一样 完全像一个x86的server 然后... 对于虹帽来讲... everything... 对于upstream 不论你做什么 我们的源头就只从upstream的东西荡下来 打几少量的固定 这就是为什么虹帽 他永远会在... 这个... 公司的排名道都在很前面的位置 就是... 我们公司的氛围就是... 什么都upstream 然后... 呃... res for on 因为对于... 对于一个server来讲... res... reli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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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serversability... 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说... 你任何的错误信息 你必须要保存现场 我要下一步启动的时候 我必须知道 我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这是res的其中一项功能 那我现在就... 呃... 这个res是正在开发当中 包括它从... 呃... 它从分well级 从ACPI UEFI 都要支持 包括内核 然后我们... 打算是用perf 就是... 内核的一个... 呃... 呃... 监测系统 叫perf 然后来去把... 把这些信息... 导到用户空间 然后再写一个... 呃... res的demon 去... 去把所有信息保存起来 然后... Linaru 这个只能... 呃... 很快的介绍一下 Linaru 是一个... 对于暗零零来说 非常重要的一个... 非引力组织 然后... 呃... 它... 它有... 有自己的employee 也有... 呃... 比如说我... 我是在里面是做... assign... 就两种... 两种员工... assign... 和employee 然后在这里面... 我们目标是让... 减少... 这个... 就是说... 在Ark Linux开发上的一些... 冗余的开发... 还有... 不要去做重复的开发... 我们不重新造轮子... 呃... 就所有的公司都合起来... 制定标准... 然后去开发代码... 所有的代码有共享... 这样子... 呃... 一个group member加入到了... 里面... 我们每年在... 每年都聚在一起开三次会... 然后就是... 呃... 互相的学习啊... 交流啊... 这样子... 呃... 它不仅... provide kernel啊... distribution... 还有... provide一些其他的副产品... 就是... 呃... 比如说UEFI啊... ECPI啊... 还有就是... LAVA... 一个很重要的测试框架... 呃... Linaro做一家公司... 它对内核的... contribution... 已经排到第三名... 所以... 它发展非常的快... 这家公司其实... 并不是... 并不是... 时间并不是很长... 但是... 它现在upstream量非常大... 然后... 呃... 呃... 这边有link...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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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一个测试来讲... 刚才的一个... 刚才的那个... 呃... session... 我们有讲到一些测试的东西... 那在Linaro里面... 对于ARM的测试... 现在Linaro已经做出一个... 最基础的框架... 就是... CI loop... 用军艇... 然后再加上LAVA... LAVA是Linaro自己开发的... 一款... 那个... 自动化测试框架... 然后... 呃... 去年... 基本上我的工作都是在做LAVA... 呃... 它现在... LAVA它是... 真正意义上的一个... 全自动... 全自动测试... 呃... 它在... 建桥那边有一个... 有一个... 那个... 有一个... 实验室... 我不知道... 现在... 等一下... 最后再... 再来... 那个... 那个... video... 如果有人愿意留下来看一下的话... 时间不太多... 然后... 对于... CI loop... 和... 那个... LAVA的一个整合呢... 就是说... 我们现在先用... CI loop... Jinking... 来... build一个... imaging... build一个... kernel... 所有... component... 都在... 军体里面... build... 然后... 完了以后... CI loop... 有... 特定的脚本... 去触发... LAVA的自动测试... 比如说... 自动化... daily build... 自动化测试... 呃... 或者说... 你也可以去... 由... tests工程师... 去... 寸密这样一个... 寸密的这个... 文件... 跟刚才... 呃... 他们的文件... 有点类似... 我们也是用... Zation文件... 然后... 去提交... 提交... 这边有一些... 就是... 因为你... on... 测试的话... 它是... 把... imagine... 放到你的... SD卡里面... 或者说... 放到你... 本... 本地的... 一般... 我们现在都是用... SD卡... 除非你的测试是... 呃... 就是... 虚拟机测试... 那我们就是... 在... 在那个... 机子里面... 再... 创建一个... 呃... 来... 再... 重新... 重新... 呃... 部署... 因为我... 这个imagine... 我已经有一个... 做好的imagine... 那我要测试的时候... 我不可能一直... 再用这个imagine... 我要把它拷贝出来... 再用新的imagine... 再做测试... 然后测试完以后... 这imagine... 就不存在... 再... 再一次测试的时候... 还是用原来... 新的imagine... 再拷贝... 这样子... 呃... 然后是... 然后... 底下有两条测试命令... 这个比较细节... 就... 就不太... 不多说了... 呃... 然后它有... 它有... 就是一个... 呃...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那个... 呃... 能够看到你测试结果的... 能够统计你测试结果的一个东西... 然后... 斐多拉在... 呃... 斐多拉的测试支持... 是在... 去年的... 去年的... 五月份... 我把这个测试支持... 加进去... 也就是说... 包括... MultiBoot... MultiNode的支持... 也就是多台... 多台系统的同时测试... 我们叫它MultiNode测试... 比如说你想测一个... 呃... 比如说你把它做成一个Server... 然后多台的Client... 在同时去访问这个Server... 它的负载... 它你要做这方面测试的时候... 那你就要... 同时把Imaging... 部署这... 几台的机子... 然后同时做测试...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叫MultiNode... 然后在... Lava里面... 斐多拉的支持... 已经... 算是可以的... 但是有一点是... 很可惜的是... Lava现在跑在... Ubuntu上面... 还没有跑在斐多拉上面... 所以... 这个是一个... 开发的一个方向... 比如说... 呃... 下一次要把它... 放到斐多拉上面一起... 然后Lag Team... 是我现在所在的那个 Team... 呃... 叫Linaro Enterprise Group... 呃... 我们的目标是说... 针对... 按Server来做... 所有的代码的开发... 包括... UFI... ACPI... 和Trust Firmware... 呃... 呃... 他们分了三个这样子... subteam... 呃... 就是说... 针对... UFI... 然后... UFI... 也不只是... 仅是在做... UFI... 我们还做... UFI... Grab... 因为... UFI... 做好了以后... 你... 还要去... 调用... UFI... 所以... 这个... 这个工作... 然后... RES... 然后... 就是... Tests... 呃... 就... 就... 跟SUSE的那个定义... 其实也很像... 就是我们... 我们在Lava底下... 有一个叫做... Tests Suite... 就是我把所有的... 相关的测试... 集成到一个包里面... 就... 独立出来... 一个测试定义... 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呃... Question... Any question? 这个... Lava和Beaker... 现在它的功能... 有... 差别吗? 呃... 完全不一样的构架... 因为... 呃... Lava是用... 是基于... 那个... 然后是基于... 那个... Jungle... 构框架... 整个这样的构架... 跟Beaker... 根本不相通的一个东西... 哦... 呃... UFI... UFI... 上面还有什么问题... 还有什么兴趣的... 因为32位的构架... 在64位上完全不一样... 也包括指令级... 包括指令的解析... 是完全一个新的构架... 所以说... 不像是... 不像以前的那个... X86的364... 可能会有一点相近的地方... 但是... 在这上面是... 指令级根本不通... 呃... 那你们是... 你们到底是... CM写的材料... 还是... 呃... 包括内核... 包括... 包括所有的那个... Bloader... 都是... 会编... 有一部分会编... 也是要重新移植的... 但是这个工作... 基本上都做完了... 据说内核... 跑在64位上... 已经没有问题了... 但是... 对于... 宏奥来说... 他以后... 呃... 对64位的 server... 不再支持... 呃... 绝对不支持... 呃... 也... 据说... 不再像... 64位的产品... 不向下兼容... 32位... 这样子... 因为... 指令级完全不一样... 如果你这样去兼容的话... 可能会损失一些... 也就是没有... 4位的... 2位... 跑不了... 32位的程序... 呃... 不像... 呃... 它... 这个构架... 它可以把32位程序... 但是这个32位程序... 跟原来意义上的... 早的32位芯片... 也完全不一样... 也是不同的构架... 我们叫它... AR64和... AR32... 这个... 这个也是不一样的... 那个... 指令级... 对... 所以你在... 64位上... 有很多... 它又要保持二次质減容... 对... 它完全不保持二次质減容... 就是因为... 你... 如果要保持... 你会损失性能... 原先的... 原先的一些... 完全是为了32位去... 去做... 那... 如果我要向下... 就很麻烦... 比如说... 那个... 264指令级... 完全不是那个... 不是那个32位... 原来32位指令的超级... 呃... 不是... 完全不是... 然后... 这个就是... 我不知道... 所以... 有两个... 不同的... LF-21跑在我这块板子上面 这个是CPU-INFO 然后它是双核的一个系统 现在那个ARM64的功耗 会不会提升很厉害 现在还没测过 因为你要知道现在只有一块芯片是可以用的 就是APM的芯片是可以用的 我们没有去做这样的测试 因为那块板子是一块开发板 不是一个真正的产品 没有放在RAP上面的一个产品 我想问你的Graph2有问题 刚才你说Graph2可以用Graph install来安装 对 但是刚才你又提到一点 什么跟销印评定能够到的 那个就不是Graph2 那个是Uboot 然后现在在64位上的Graph install 是没有问题的可以用的 你install它就自己去把自己Graph 装在相应的区域里面 因为在64位上它是用UEFI UEFI会去读它的文件系统 所以Graph install就没有问题 Graph是UEFI的一个application 因为这个原因不太清楚 我自己感觉就是现在X86都是用Graph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这样的一个阶容 就是说让你用ARM server跟X86 server是一样的 我问一下就现在你们这ARM64比X86优势在吗 就说功耗低 然后集成度特别高 就一个Rack上我说了 就是说有可能一个Rack上有上千的Note都可以 那这个计算性能呢 能差多少 虽然说现在来看 好像计算性能会比X86的差一点 但是问题是它的集成度非常的大 那就是说比如说我差你80%好不好 我两块芯片我也比你小 我两块芯片占了空间 然后功耗都比你小 我还是比你厉害是不是 这个以后有没有期待这个的一个趋势 我想应该是二者并存 因为好像有一家公司 我不知道是不是AMD 有一家公司把X86的芯片和ARM的芯片 做在一块板子上 就是说X86跟ARM同时启动 然后如果我要低功耗我就用ARM 或者是这样 有点这种意思 但是现在英特好像也在搞那个ATAR的话 好像也是做到那个 对 就是说ARM它是往server上面去入侵英特尔的市场 那么英特尔也去通过它的那个 那个嵌入式的芯片 ATARM这样的芯片去侵蚀ARM这样的事情 对 其实如果是 如果是英特尔那边的话 因为你刚才是说那个服务器那边的方向的一些事情 然后通过英特尔的话 它有一个差发力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生态的话 它如果反正ATARM也做小了 做得那个功耗低了 也可以做到一个很大集群的那样子的话 那ARM的芯片是那么明显的 我感觉是这样子 就是ARM它对于64位上我是给server做的 我也可以给Mobile 那么如果说英特尔要把它的tone放成也给server做的话 也不是不可能 对吧 也有可能 但是对于ARM来讲两边都是一样的 都是互相渗透的 我觉得应该把它看成两个框架 两个不同的Architecture 但是它们都可以做嘛 都是一样的 都是计算集合 对 但是因为是 因为英特尔那边的话 在服务器那边的那些软件 那些在软件方面的话 因为是现在服务器的话 有优势 对 就是因为编译是比较大 所以那边会不会有一些相应的措施去应对这个情况 你是在 其实我觉得你一直是不是在说 它的软件的生态环境 对 因为是这样子 你大部分的软件也是可以叫它编译给ARM用的 除非你的软件用了汇编指令 对吧 不然也可以叫它编译给ARM 直接就拿来用了 或者说只要经过非常少量的修改 那包括比如说passen啊 然后perl啊 perl啊 这些直接拿来就用了 对吧 或是PC 应该是直接用 对对对 还有就是我刚刚介绍的LAVA 它是原来跑在X86上面的 跑在passen 居于passen和Jungle的 那它已经有人把它放到 就是也是Linaro里面的Employee 它把它放到Anserver上面去跑 比如说这个也是移植性是很高的 就不用担心说它软件生态系统的问题 谢谢 您刚刚涵到那个ACPI跟那个VT比起来的 那样的就是特别的优势 因为你在X86上面你都在用ACPI 对不对 然后对于一个管理管理员来说 系统管理员来说 你是不是也希望 你也是希望习惯什么也继续 当然也带来别的 因为别的优势 它是Ans64主值在Ans64上面有 而说说在其他的Ans32上面有 最早开发是在A15 就是Ans32V上做开发 现在基本上专注于Ans64V开发 就两边都可以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那块板子 Ans3V那块板 也就是三星的Ans15的那块板子 他们最早就用那块板子做开发 然后ACPI,UEFI在上面都更好 我现在理解就是说 那个VT的现在做的工作 应该是在Cover 是打算是引用Cover 那个就是Ans64的Server 那么有没有我去考虑 就是Ans的签入的这方面产品 不是说平板那样的产品 不是比方说NAS那样的产品 因为就是说现在的FBT的话 会有一个就是因为 它会有很多的厂商 它会有不同的NAS的版 然后我在NAS的版上面 每一个都需要给它做那个 FBT的适配 就是ACPI是否也可以去适配到这上面去 就是说是否会以后 成为一个上游的一个标准 它说以后FTT是FTT 然后ACPI是ACPI 那么如果我在AM64上 我必须去找FTT 或者在那个MD64上也设定 然后如果是要在AM32上 我必须还是去找FTT 如果那样的话就很分裂了 其实你在64位上 你要用FTT也行 因为我同事在递交代码的时候 他也不是说我要让它兼容 又做了一个中间层 然后下来直接去找 有ACPI我就用ACPI 有那个Device Tree 我就用Device Tree 是这样子的 没有说我一定要用这个东西 我还是留着这种兼容的空间的 其实是说最后 在那个AM32的这个 对于不同的设备的支持 就是说是以后是会 像ACPI上面去合并 而像那个APP 其实比较趋向ACPI 应该是比较趋向ACPI 但是你要用那个Device Tree也行 如果现在你说要在FTT 在FTT 你觉得成一种 是FTT FTT FTT只是开源的 不是一个产品 这个不知道 但是我们如果是有FTT 这种东西产品肯定是RAIL 包括暗股肯定是RAIL 我感觉就是一些新的技术 现在Bidora上做测试 做好了以后稳定了 再给企业用 谢谢大家准备的提问 然后因为现在我们有 Legening Talk的时间 然后再准备一室 好 如果大家有问题 然后可以再单独找FTT 然后再私下博通 好吧 好 我们先谢谢FTT 给大家精彩一下